大家好 我是宋承宣 台湾的朋友们好久不见 见到大家很高兴 谢谢 真的是好久不见 睽違了四年 韩国男神宋承宣终于又降临宝岛 不知道是不是和刘亦菲交往的关系 欧巴的中文说的好流利 一开场他就献唱英文情歌 深情的眼神加上厚实温暖的歌声 根本要让人融化啊 仍爱刘亦菲后 宋承宣首次在台湾举办售票见面会 就吸引2000多名粉丝捧场 预估吸金800万台币 接着他将转往日本和上海会粉丝 据说宋承宣这次对饮食住宿都没有特别的要求 前晚抵达桃园机场时还非常亲民 主动和粉丝互动并签名 展现暖男的魅力 不过他此行既不受访 也未举办记者会 也被质疑是怕被逼问情事 夜市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